极具代表性的国际选美赛事,世界美颜小姐自2015年总决赛后,时隔十年再次回到台湾举办近两周的选美活动,处展示各国家力美丽,友善与和谐的精神。 2024年9月20日,环特别前往台南白河知名景点台湾万里长城展开国际文化观光交流,台湾区观光协会联合总会长,台湾万里长城城主林务局长,身穿龙袍大开城门迎接世界各国家力利临,特别在御膳房餐厅举办别具风味的台湾流水席,让家力们感受台湾不一样的美食与文化。 借由此次的深度交流,台湾万里长城城主期盼透过来自全球近50国家的家力们,善用社群媒体无远福借的影响力,向全球的粉丝们展现他们在台南白河的丰富旅程,将台湾友善美好的形象传递到世界各地,做好台湾国民外交。 为展现台南的热情与美丽,城主环特地聘请白河当地最有名流水席老师傅设宴款待家力们,在邀请家力们顺游台湾万里长城。 由于园区面积辽阔,作用十公顷台湾独特的自然美景,衣衫傍水,在现世界著名的万里长城景观,并结合台湾古镇,电影老街,江山楼酒家,开丰府,美人关,英雄关,山海关,烽火台,可俯瞰嘉南平原,壮丽景色。 园区内独特米式建筑,电影老街,龙门客栈,开丰府,御膳房,美食咖啡,等休憩景点,皆是家力们拍照打卡的热点。 这群来自世界各国家力们,在万里长城自由漫游打卡走秀,展示他们的智慧,才艺,美貌与气质,为自己到台湾参加的选美比赛,增添更有趣味的回忆,并留下许多美丽的倩影。 在享受台湾美食与领略自然美景的同时,疯狂进行户外探险与拍照摄影,为这次户外旅游行程,增添多彩多姿的美好回忆,让家力们意犹未尽,深感不需此行。 台湾万里长城城主林务局长,同时以台湾区观光协会联合总会长的身份呼吁,他呼吁政府要鼓励媒体多行销台湾景点,吸引各国制片公司来台拍摄电影,以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,增进台湾观光产业的发展。 林务局长表示,透过这些来自各国具知名度的网红嘉丽们,化身为台湾的国际观光大使,运用社群媒体向全球的粉丝们展现台湾的风光美景及美食,让台湾美好的形象能快速传递至世界各地。 本次活动对台湾的国际观光贡献良多,非常有意义。 林务局长说,世界美颜小姐,选美比赛在疫情后重返国际舞台,推广台湾之美。 选美嘉丽们在赛后的第一天,就前来白河万里长城打卡走秀,让该园区成为众人注目的旅游景点。 该园区除可看到万里长城景观,并结合了台湾独特的自然美景。 营造美人观、英雄观、山海观,在烽火台至高点可以俯瞰嘉南平原的壮丽景色。 记者邹志中报道。